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说的他这个造型体现出来 他可以不是任何一个种族的人 甚至不是任何一种特别单独文化的一种 他是多种的集合体 而且我真的就说不老 那天我就在讲 我说我听到他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他要不这样死 那他该怎么死 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呢 我就觉得你看我问过一些个谜 就MJ的谜这几天 他们就觉得就哪怕是年轻人 他觉得Michael Jackson是个很奇怪的 就说我不一定是他的谜 我们有现在年轻的偶像 但是MJ是不同的 他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看 你说你看不出他凹了 或者他身上有什么土气 老土的东西 他好像在这个时尚或者前卫 这个方面 永远是不同的一路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是不老的MJ 所以他跟其他的超级明星 这些很重要一点 其他的超级明星是会老去的 在我们眼前老去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跟他的 我这个年纪四十多 其实就是刚好跟着他成长的 我二十岁出头左右 他就刚好大红 我们跟着走 后来这二十多年来 一路走来 我们每天照镜子 一天比一天老 可是老这个字 在他身上完全见不出来 不是说他像一些女明星去整形这样不老 是说他不断transform 不断改变 等于他是那个电影的transformer 百变金刚 没错 就是那种形象 变形金刚 他说他不会老的 我们是老去 aging 老去 他是不是 他是不断的transforming 不断的改变改造又改造 甚至改造自己的肉体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非常之人 因为那是表演 就是他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performer 就是那种传统的 因为我们要做这种黑人音乐里面 跟比如说我们 昨天我说到三大流行音乐天王 前两个都是白人 或者白人主要 猫王 对 那个Beatles 那么他作为黑人表演者 猫王还有点 猫王也是跳舞的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从猫王之后 整个西方流行音乐的主流变成什么的 就是凡是白人就听摇滚 那么黑人就R&B 还有Soul 或者是后来Funk 是不同的 就两帮听不同的东西 而白人的表演者呢 你看Beatles 有谁记得Beatles跳舞 不大会跳舞 摇滚是不大跳舞的 就起码表演者不跳舞 台下的人跳 他不跳 那么 而他们这个 他跟他家族啊 那时候在那个Motown 那个唱片公司啊 那是五兄弟合唱 对 然后他们那帮人去表演 有点不一样在哪 就这帮黑人表演者呢 他是从来就是跑场子的 有点像香港的梅艳芳 就跑跑江湖的 他们是去哪就要唱 而且要跳 他是讲究 用香港人喜欢讲 就是说 说以前的表演者 或者艺人呢 讲究深色异俱全嘛 他是属于美国 也有这个传统 他是那个传统的人 那么这种人呢 他们就是要把所有东西 都要当成表演 他甚至他最后 整个人体 都是他的一个表演的一部分 整个东西都是做出来的 我觉得为什么 我对他有点感动啊 就是彻底 就是哎 中国见不着这种人的 就是你怎么可他他真的是 不管是他自愿还是不自愿 他真的是把他的一生 全身都献给了人类娱乐事业 你说是不是 连他的八卦绯闻 全出了都 他就是献身啊 人类娱乐 让你们聊啊 让你们乐呀 包括舞台上的表演 就你刚才讲的 他是叫说打造 开创了MTV的时代 那个时候拍的那种MTV 那么规模宏大 你看看有时候 我就看他这个 这本杂志里边 就各种不同的这个样子 是吧 你想想 各种不同的样子 而且你说到这个 他当时啊 比如说你说到 在MTV 大家都说什么 打破种族界限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种说法 有时候也有点简单 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 是的一面 就是说他当年怎么样音乐 跨越种族界限 因为我们要知道 当时MTV一开始 是只播白人的录像的 MTV好像81年成立的嘛 他83年的时候 出这个Biddy 跟这个Trayer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 MTV愿意播他的东西 大家就说是 跨越种族界限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MTV为什么 只播白人的录像 一开始并不是 他不可能说 因为我种族歧视 他不可能有个机构 敢这么说话 80年代的时候 他当时的说法是 我们只播摇滚 那你黑人是不玩摇滚的 所以你 而且你出了MTV 大家都针对MTV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的电台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在美国住过 江辉 你说美国的收音机 是分门别派很清楚的 就我这个电台 就播摇滚 我这个电台就是 我这个电台就是什么 是很清楚的 不会搞混的 绝对不能乱的 那么MJ他特别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他的音乐当时是白人摇滚电台都播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不只是跨越种族界限 而是他的音乐本身是跨门内的 而种族跟音乐 有一种很奇怪的捆绑关系 你比如说你在美国 我就老说这个东西 Heavy Metal 你看没有黑人玩的 用金属啊 他是白人的 那么但是他的东西呢 就是他有摇滚 像Bit It Biri Jim 这是有摇滚的东西 他有R&B的东西 全混在一块 所以他是整个音乐本身就是混杂的 可是我闻到别忘记当时啊 他有个很强的经纪人去替他打造的 MTV说我们比较不播其他的东西 可是他是那个经纪人替他去谈 好那你想播什么 而且特别用他这种超越 不管是超越音乐门内 还是超越种族 超越性别的声音啊 用这个来卖点 来说服MTV 没错 你记得这就是他MTV里的吗 咱们来看看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偶像啊 甚至好像我感觉有那种 俄罗斯红肠大阅兵 那个时候他拍的 你像 他后来很喜欢那个东西 他真叫偶像 我觉得偶像就偶到这么一程度 然后你看 当然最后偶到这么一程度 这是最后一次 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 其实我就说他不能再老 他这个时候的样子 已经塌了 已经塌了 已经有点塌了 就你说的这个 一个人不惜改造自己到这个程度 现在法医 我看英国太阳报出来的 就是说 法医就说 看到了卸了妆 没化妆的他 脸上布满 整容的伤痕 说做过13次 整容的手术 但是关于皮肤漂白 据说法医讲 当年我就不太相信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漂白这种科技吗 他自己说是白巅峰 长白了 但是法医好像这次鉴定就是讲 一个是他有这个白巅峰 再一个是他每次出来 他都用浓浓的化妆品 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 你想还戴着假发 我就觉得这个人 彻底的表演 他在家里他舒服吗 他过得舒服吗 你说假如他不是漂白的话 等于是每次出场 都把自己全身油漆了一下 油漆粉刷了一下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说了他那么多伟大的语言 道夜说他一点坏话 好像前几年他接受访问 他就不承认自己整形 他说没有我只好像是说 我只做过一两次 很简单的鼻子 而且他说把他轻描淡死 他说做过很简单的 鼻子的手术 可是这样说 这次说起来 整个鼻梁是卡掉了 没有鼻梁 所以争了眼说杀话 他这个心理也很怪 这也是很正常 因为美国的主流文化 仍然不是很接受 一个人公然整容 或怎么样 什么都标榜自然 要natural 我是natural的 我是自然的 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 我们太在意 什么叫做自然 比如说讲人体的自然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我是不大愿意去 去这么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戴眼镜 叫比较自然 戴影像也算一种改造 比如说像假牙算不算自然 没错 我今天发现 鼻子毛长出来了 我还剪剪鼻子毛 这算自然 这是很无聊的一个讲法 你比如说像韩国这样子 人人都整容 全民整容 那么你如果整个文化 是那样的话 你就觉得没问题了吧 对 但是你主要 你别弄到鼻子掉了 那就不是好玩的 但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 我为什么老喜欢看他的照片呢 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人类一个永恒的影像 留在这个黑水上面 他的这个专辑名字啊 就是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感觉 任何人也不要以为 你能够了解一个天才的内心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很多种八卦呀 你可以觉得 一般人就说这个人太怪了 比方说他怪在哪里呢 好比这个皮肤是黑的还是白的 好比说呢 呃 他的第二个老婆 好像呢 说他的两个孩子 是借他一个子宫生孩子 甚至都不是麦克尔杰克森的精神 现在证实了嘛 甚至他说跟麦克尔杰克森从来没有亲热的 可是 没有性的这个这个关系 可是文文文涛这个事情 美国好多人在做 香港也很多人在做 嗯 所以说这个也不能成为他 他有奇怪的 我甚至 你比如说咱说 咱说点八卦的 我甚至很怀疑 嗯 这麦克尔杰克森是不是 不会跟人做爱的 当然我瞎说 嗯 我都都怀疑他 你很难了解他的内心 比如说 他的那个梦幻公园 叫什么 Neverland 其实这有点像庄子说 那个无和有之乡 对吗 就什么都没有的 他其实是小飞翔 Peter Pan 对 他这一辈子 他的好朋友也说 这就是个大孩子 因为他没有童年呢 小时候他父母亲 他他爸爸 主要是个爸爸打他嘛 他自己后来接受采访 说起来都哭 就是五岁的时候 你想严格训练 为了家里演出 挣钱做明星 就是这样长大 所以人家想是不是补偿呢 对啊 所以他长得还算不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们家几兄弟啊 好几个人都有这个结婚后 虐打老婆 虐打孩子的记录 他就是涉嫌 对吧 他最好了 所以文道这样说啊 有人说过他 有点自裂狂啊 我们这两次不断说他什么改造自己 超越自己 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你是裂打自己嘛 让自己不断把痛苦加在自己身上 他的兄弟是打老婆 他是打自己 要看自己忍受到什么程度 才能忍受不了 到最后就是死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理解 我就觉得他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为了别人 就一生也就这样了 都贡献出去 可是我不知道 因为你如果听他的音乐的话 你就知道他矛盾的地方在于 他的音乐跟舞蹈 你刚刚说怀疑他可能是不做爱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 一直对他的形象就集中在他小孩的那一面 童真的那一面 喜欢动物 以前不是老养一个黑猩猩 跟他是最亲密的朋友吗 对 可是问题是你看他的音乐跟舞蹈 是充满了性暗示的 性暗示的 包括那个 对 然后他的音乐里面常常出现 他后来包括跟他合作过的导演 你知道吗 马丁斯格西斯 跟他都合作过 拍他的MV的 那么他们都说 所有那些MV里面最黑暗的那些东西 暴力 那种孤僻的一个小孩躲起来 恐怖的元素都是他想的 就他另一面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对 而且你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弄不清楚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像真相所谓那个八卦媒体说的 13次这个全身这个大改造 包括说烂药 现在爆出来 好家伙一天他能吃八种止痛药 就是或者注射或者服用 到最后是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打这个杜冷丁 甚至他哥哥觉得他这样 好多人都认为他会死啊 那为了不让他这样下去 甚至想过绑架他 他哥哥想绑架他 让他去借这个药的这个饮 我就觉得 蝼蚁上枝爱惜生命 比如说像我 有时候有人跟我说 这种安眠药比较好 我吃的确实好 第二天我还会想着 能不能少吃点 吃半天 然后我还想 哪怕睡不着我也不要再吃了 我觉得就是这是咱们人之常情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会弄死你的 你知道吗 他你说他怎么想的呢 他是文桃 他完全根本不是 他是千金之子啊 他所是过的生活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嘛 他是一出来 他是不能出门的人 对啊 一出门是几千人对于他高喊叫的人 我记得有一年啊 我是香巴佬 我三十多岁才第一次去欧洲啊 去那个访问一些学校 去牛津大学 就在牛津大学的campus 就碰到他 后来才知道他是假的 我香巴佬嘛 一出去 咦 怎么叫campus 看到MJ站在那边 戴个帽子 完全就是他 一模一样 而且旁边还停着一辆很长的车 很仿车 然后我就 连我都尖叫 我三十多岁 我大 Michael Jackson 过去跟他拍照 才知道是模仿的 所以说他这种人啊 不是所承受的压力 不是普通人的压力 我们老这么说他八卦 说他什么 再加上今天不是一大量哀悼 然后他很多人都说 他生前好友 娱乐圈的明星 怎么哀悼他 但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大家在谈他的时候 都是很遥远的嘛 都是一些猜测 对 他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啊 对 我就觉得咱们是在谈一个 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啊 对对对 然后但是问题是 好像我看那些 美国的好莱坞的明星啊 什么个个都在谈 我们很爱他 但其实没有人是他朋友 他就跟那个伊丽莎白泰勒 这个是真的是好朋友 可是我的感觉跟相反呢 我觉得我这样感觉 后来我听一些 跟我同年代的朋友的感觉 也是相反 也是跟你说的相反 我们我看起 谈他的感觉 我是非常亲切的 当然是完全 我除了跟 是因为形象吗 我除了跟一个假的MJ 拍过照以外 跟他当然不可能 有什么任何的 collection接触嘛 可是那种亲切感啊 我觉得说第一个是因为 我刚刚说的 我们成长 很年轻 飞扬跋扈的年代 就是他大红大紫的年代以外 另外就变成说 他那种 所做的种种 不断改造自己的行动 是我们都很想去做 可是没有这种勇气去做的 然后就好像看到一个 跟我们同代人 同年代的人 我们选择的路 是窝囊的路 而是选择 他是选择了一条 超人 有勇气的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什么超越种族等等等等 甚至跟我们无关的 我也完全没想过 超越种族什么 没想过超越性别 可是有一种 跟我是完全有直接 亲切的关系 这是勇气 他的那种勇气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 这样的传奇的明星 留给我们的 这是那种勇气 他不断push自己 不断推自己 但是也有人说 这种勇气的根源 也是因为内心深藏的恐惧 很难说 咱们气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可是呢 我再想一个事情 就是刚才佳辉 你说的那种亲切感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他身边唱片工业 为他打造出来的 无所不在的形象 就我昨天不是说到 他是流行音乐的天王 王者 但是他那个王国 已经不存在了 就他当王的时候 这个王国就崩溃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他的红啊 是整个流行音乐工业 美国流行音乐 达到最高峰的时期 就是比如说 因为猫王跟Beatles的时期 广告业 公关 唱片营销 影像制作 这几个产业啊 还没有达到 这么高度的整合 没有发挥 这么大的效力 是到了80年代 开始踏上第一个高峰 但是当他到了90年代 比如说他的唱片出来 开始没那么好卖了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的那个 Dangerous 那个唱片 是被谁打下去呢 是被那个Nirvana 就不是开枪自杀的 那个唱片 Nevermind打下去 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是当时说明是什么 因为他的音乐 像我们过去两天 讲跨越种族什么 他的那种流行音乐 是真的是 同一首一首歌出来 你在全球所有角落 所有人都在听 他那个音乐 就像好莱坞大片 对 这叫流行音乐 好莱坞大片 他真的是一个流行音乐 但是自从 到了90年代初之后啊 流行音乐本身分裂了 就是从此之后 比如说Tim Grunge的人 Tim Grunge Tim Hip Hop的人 Tim Hip Hop 就各种派别出来 直到今天 你比如说很红的 Timberlake这些人 你去说说看 有谁是全部人都在听 没有 他是最后一个 所有人都听的音乐 所以有评论就说嘛 这可能是流行音乐史上啊 最后一个亡者 这以后亡者的时代 过去了 因为没有 因为口味分裂了 尤其到互联网时代 更分裂 他就是说 他是一个大众媒体 工业 文化工业 达到最高峰 能够一种口味 去统一天下 文道 就按照理这样说 他等于是说 第一个亡者 也是最后一个亡者 因为文道 我们前一天也说到嘛 他出来的时候 跟前面猫王 Beatles 不一样 所以说 那个还是冷战时代 还有可能有半个地球 听不到他的音乐了 可是他一出来 我们也谈到 一出来是后冷战年代 而且是MTV出现的年代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音乐跟视觉的东西 可以这样的结合 所以他一出来就这样 然后一过了这个阶段 马上又分裂了 种种 因缘即会 但是我就特别感觉到 这么一个人 这是多少年 出一个的天才 不管是歌 还是舞 还是创作 还是周围的一切 成为这么一个巨星 但是我怎么老 为什么我这几天 老关注他 我老觉得 就想一个很俗气的问题 就是他作为一个人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老想找到一个幸福的人 好像他效仿 可是老实讲 他这么长